主料,鲜土豆350克,内盘500克,主量,葱段,姜片,糖30克,豆瓣酱一勺,生抽一勺,料酒,八角10克,鸡精少量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将盘骨洗净备用,将土豆洗净,去皮,切成捆刀块备用,炒锅烧热,倒入油,烧热,加入葱,椒,八角,炒出香味, 然后加入排骨边炒至变白,倒入水,烧开,撇去浮沫,豆瓣酱加入生抽,调匀,加入了豆瓣酱和生抽调好的汁和少许盐,加入料酒,炖一会,炖至排骨基本软烂,加入土豆坏,加入白糖一小勺,继续炖至汤汁浓稠,基本收干,加入少许鸡精调匀即可,烹饪技巧,豆瓣酱可以直接放入, 也可以和生抽混合条约,效果是一样的,排骨一定要变炒至变色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